我就是我的敌务,我就是这里的 完全没有把一只猪放在眼里啊 一只猪呼呼两下,把手里的球投出去 不对,怎么可以同时投两个球 紧接着他大声喊,手指呼吸,双重摸球 两个球猪猪猛进般的速度飞去,太帅了 这件无一郎面无表情的一个诽谤 枪枪两下,竟然一次将两个球都踏出去 不愧是猪马,两分羊春全雷打 一只猪跪在地上,失魂落魄 对不起,我太弱了 狐一郎慢慢悠悠地从他旁边过去 实力差距太大了 不受探指狼赶紧大喊安慰 一只猪,目前主攻队2比5暂时落后 开局不劣,探指狼赶紧喊暂停讨论 探指狼鼓舞士气 大家别悔心,我们还没输 不过山翼在一旁气息地看着他 已经对这场比赛不抱希望了 狐一郎这时候也很靠谱 开始分极两方的差距 猪的打击都很强 我们的投手也要力量很强才行 不过即使这样 作为开局被杀得片甲不留的一只猪 还是很自闭 我太弱了,对不起 盼指狼借一刀 投手搭配的捕手也很重要啊 我听说棒球的头部就像夫妻一样 夫妻? 作为还没修成正果的善意和御使狼 这两个字可是扎在他们的心上呀 马上,御使狼就跑到猪狮小姐面前 红着脸磕磕巴巴的请求道 猪,猪狮大人 请和我一起组成头部 这么紧张,还以为他要告白呢 作为被邀请者猪狮也很懵 而这边的善意也凑到猪狗子面前 整个人都冒着粉红猩猩泡泡 猪狗子妹妹,我们来组成头部吧 猪狗子迷惑 嗯? 于是他们就准备噬头一次 这边的善意笑着说 请把你的爱全力投给我 还没说完 就看见猪狗子一个头球 砰的一声巨力 把他直接打出去 直接善意喷出一口鲜血 帽子被打得脱离 一副被暴击的模样 看着狼惊慌的喊 善意 这边还是探指狼靠谱 他跟义勇说 福刚先生 您是我们当中最强的 我们都是水质呼吸的 福刚先生当头兽 我来当不兽吧 义勇默默地点头 于是探指狼,义勇 还有他们的师父玲珑 都到鸽子的位置上 探指狼信心满满 请先势头一球 石胸沙沙地会捂手臂调整呼吸 后面的玲珑看着义勇准备投球 有些激动的想 义勇,探指狼 没想到我能看到徒弟们并斤作战 直接义勇一个投球 砰 力道大的 在把探指狼的左脸打飞后 又打上玲珑的脸 石兔两个整这个奇迹的喷出一口血 师兄这是学语之波诱 要灭门呀 恍惚间 石兔二人也进入走马灯模式 并排来到河边 看见何队已经过世的枪吐和针菇 探指狼还笑嘻嘻地招手 啊,是枪吐和针菇 对面的枪吐和针菇急得满头大汗 玲珑师傅 探指狼 不可以过来 看来 两个人已经被打到看见阴间的朋友了呀 不愧是谁住呢 等到了正式的比赛时间 蝴蝶人做攻方 蜜豆子是投手 英勇是捕手 现在看 探指狼队真的是出镜最强的选手呢 英勇提醒到 蜜豆子往我的手套投 蜜豆子 嗯 表示他已经知道了 蝴蝶人则是扭了扭屁股 不紧不慢地说 好了 最后选了力量最强的蜜豆子当投手呀 花音刚落 一个球飞滑地投过去 紧贴着蝴蝶人 一时间就让重铸也反应不过来呀 这个球太快了 就像子弹一样 英勇啪的一下轻松接住 好像不费劲啊 蝴蝶尽道 好危险 可不 再闪慢点就毁容了 旁边的裁判解释道 内角的近身球 这种球贴着攻方 也是个心狠黑的球了 蝴蝶人看着义勇 脸色逐渐难看 竟然对女孩子被这种球 富刚先生 你就是这样才讨人厌呢 英勇听着这种话 没有反驳 眼睛看向一边 看来就是故意的了 他起身 把手套放在蝴蝶人的脑袋上 摸了摸 无情地说道 蜜豆子 球头到这里来 蝴蝶人暴怒 富刚先生 你把手套摆哪里呀 不是主公大人在这里 人姐姐肯定会用棒球棍招呼师兄吧 蜜豆子看着场上的这个局面 也很懵 最后 接近于是蝴蝶人 撕坏保送上衣位 看来富刚也让蜜豆子 突出坏球 公报撕仇了呢 好啦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喜欢鬼迷之人 同仁漫画的小伙伴 记得订阅点赞 加分享哦 爱你们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